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要用到 现在用到两种到三种鸡 不光是鸡的运用有学问 隐藏菜色 红糟龙虾 更是精选了台湾本地的红糟下去调味 展现了主厨的创意 只是要掌握北京料理的精神 来到台湾 光是调整味道就花了一两个月 酱油 醋 连面粉 生粉都背过去 所以到那点以后 我们再重新根据这个 去做一些调整 油煎超厚实的猪小里鸡 外层裹上主厨特制炸粉 直到表面呈现金黄色泽 再进入烤箱 要把肉汁紧紧锁住 让口感更柔嫩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主厨Marco 被红虾美食评件选为 最有创意料理 最拿手的就是运用在地食材 重现道地的意大利风味 像是花莲 火菌猪 西班牙 伊比利猪等等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食材 都是非常适合去做 它的意大利的传统的风味 不论是意大利红虾还是法国米其林 顶尖主厨来台湾赚新台币 纷纷以台湾在地食材为基础 看得出来 心急料理也要mix一下台湾味 借刘安恒将红台报道